哈囉大家好我是Erica 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兒 今天真的是個非常開心的一集啊 天氣變好了 欸是這樣子嗎 今天又可以借著拍片的名義 吃一些高熱量的食物了 起司塔 但你說起司塔最近畢生客推出我新品 我看到廣告的時候我就超想吃 所以今天就只是為了滿足我的私欲嗎 嗯我也可以吃吃看啊 你喜歡它嗎 我蠻喜歡起司塔的耶 我很常買那個中山星光三月一樓那個 前陣子網上有在炒那個起司塔 其實我就超想吃 可是我就是沒有時間去買 要不然看到的時候就是我來減肥 那個都不便宜 七八十 過年的時候我就有買那種禮盒 它禮盒也是小小的那種嗎 看你買哪一種 就六個啊 或是幾個這樣 因為只有你吃過點一看 就可以比較看看 而且它的價錢應該低很多吧 嗯 它這樣一盒六個才兩百四十九 很便宜啊 一個才四十幾塊錢吧 我覺得如果是要單買的話 有點像那個肯德基的蛋塔這樣 對價位是差不多跟它的蛋塔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好喔 太美麗了吧 我的媽呀 嗯 長得蠻像蛋塔的耶 它的蛋味比較重 我以為它會流出來耶 我也是 它不是半熟嗎 還是因為它冷掉了 它冷掉的時候 我覺得它吃起來比較像蛋塔 像起司口味的蛋塔 中山那一家的餅皮比較薄比較酥 這個是比較厚脆的 對我覺得看個人的喜好啊 你把它拿來烤鍋之後 再跟你們說烤鍋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還不錯啦 對啊我喜歡吃 我覺得它好開心 我可以藉著拍片吃雞想吃的東西 可是我應該會胖死啊 這個量感蠻高的 它這個量是 嗯它沒有錢沒關係 打算不知道 我們烤好了 欸它好難 等一下你可不可以乖一點 欸它香十倍吧 很香耶 它九絲要烤過 怎麼能不烤呢這種東西 九絲要烤 有沒有吃嗎 沒有 哈哈哈哈哈哈 我那邊覺得它會流出來 欸並不會 它怎麼不會流出來呢 還是我把它烤熟了 像是卡斯達醬的感覺 那個起司味應該是偏酸的 中山那家會爆醬 不要一直拿哈比 好可憐 那種 畢竟人家比較便宜嘛 它非常的方便 打電話才就會嫌我家 如果你今天在家裡面 非常突然想要吃半熟起司塔 真的很評價 對啊 但我覺得我喜歡其實是它的皮 我喜歡它的皮大魚餡 我喜歡吃 我喜歡酸起司 是不是起司塔都是這樣 它是混了檸檬嗎還是什麼 品種 我今天去買是等了15分鐘左右 這什麼現做嗎 我不知道欸 前面沒有人拍這個 這不是業配喔 不用想太多 這不是業配 只是我們純粹想吃 嗯 然後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幫我們按訂閱 按讚 然後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們你喜不喜歡 對 因為我覺得這東西就是因人而異 那我個人是打 75 我70 因為它皮好吃 對來說還好 那如果喜歡的話 你們也有吃過的話 順便在下面的留言處 告訴我們你們打幾分囉 掰掰 掰掰